都事业归人短信新系统现在推出 发送MUSIC Music到1949897 可以查询自2003年8月1日起 都事业归人播出曲目 发送ZY到1949897 可以订阅都事业归人短信 每天获知江苏音乐台 连成全乐频道 以及都事业归人最新动态 张艺每天心情 更可以给张艺短信留言 每周抽奖送礼 风雨无阻 还有更多即将推出 再见你的时候 我只是淡淡一笑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像记忆里 真的没有发生不是吗 江苏音乐台 江苏音乐台 每晚子时 张艺说最真的话 说给自己听 联通炫卡 都事业归人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江苏分公司 具名播出 现在的时间是23点02分半 这里是江苏音乐台 这里是江苏音乐台 以及 沿城全音乐频道 联通炫卡 都事业归人 我是张艺 今天是6月5号 是世界环境日 爱护环境 要从身边的 每件小时做起 明天的天气 是震雨 东北风3到4级 18度到25度 时间永远在走 每天都是生命中的唯一 生日 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 每一次都是永恒 都事业归人 诚心陪你度过 发送短信 DS到1949897 输入个人信息 生日当天 都事业归人 用音乐 给你祝愿 并且会收到张艺 单独发送的 短信生日问候 发送短信 DS到1949897 这一年 这一天 更温暖 我很幸福 真的幸福 却渴望到那里的祝福 今天是6月5号 今天的生日花是 旅情 对 错了 今天的生日花是 犬玫瑰 它的花语是 旅情 犬玫瑰所代表的圣人 是公元八世纪 率领英国使节团 前往欧洲西北部的 基督教的传教士 所以她的花语 就是旅情 今天过生日的是 两位朋友 一位是南京 水西门大街的 赵敏 和一天屠龙记 小说当中 那个女生的名字 一模一样 祝你生日快乐 生命中每一天 都幸福 还有一位朋友 就是 金大为 是南京气象学院 滨江学院 2003级地理专业的 或者地理系的 金大为 祝你生日快乐 生命中每一天都快乐 那既然今天的生日花的 花语是旅情 没有什么比听 没有什么歌曲 比她更加合适 分开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选择去洛杉磯尼 一个人要飞向花里 尊重各自的决定 为此和平的爱情 相爱是一种吸体 在自由和情理中有意 你问过太多次 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花梨 隐隐我的心 相爱是分开旅行啊 为何想结局 我明白 在你的怀里 却不一定在你心里 把你下一阵天雨 我不想要去证明 在你一刻想结局 我明白 在你的怀里 却不一定在你心里 把你下一阵天雨 却不一定在你心里 我明白 你看那些灵魂 Black Black Heart 信给你我的心 计划是分开你心啊 为何想结局 我明白 站在你的怀里 却不一定在你心里 把你笑了一整天 Black Heart 信给你我的心 计划是分开你心啊 为何想结局 我明白 站在你的怀里 却不一定在你心里 把你笑了一整天 休息一下 不需要那么久 可以分了 总共人在一起 你误我爱不爱 你这个不是狗面词 早就说过去 往后见才能继续 我们真的不习惯你离去 我们就试试看你各走各的路 去 也不过 这个只是 改发一转的步骤 被卡通的冒险杀 你不是一直说要去罢了吗 其实明天我们要去旅行 明天江苏音乐台的全部同事 我们都会去乌镇 一早就离开了 然后最近我觉得进度就特别紧 每一天都排得满满的 一口气都不能歇 不过这样也好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一些其他的 其实曾经在少年的时候听过一句话 一个人太忧伤 常常是因为他太闲了 这话不全对 多少也有点道理 今天好多朋友也有问题 关于下午三江学院的事情 对 今天是星期六 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我还是不能全部了解你 就像那首歌 对你的十个疑问 为什么积满蓝色的忧郁 发送短信ZY到1949897 你会了解一切 真的可以吗 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至少你知道 我不会骗你 为什么重要伤害你和心 发送短信ZY到1949897 对你的十个疑问 都给我答案 我 为什么 我重重重绽放又凋零 很多朋友的问题是关于今天下午到三江学院 对 一切都蛮好 而且很惊喜的是 居然还看了一出话剧 实际上下午是一个蓝小型的见面 和现场的两百多位朋友 昨天有说嘛 那大概下周 计划里面 下个星期 在心灵和大家的见面会大型一些 其实说实话 那种很小型的 那种很小型的见面 我会觉得其实很温馨 而且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些朋友 有一位朋友 胳膊受了伤 然后他是从外地赶来的 下午去的时候找不着路 你车在路上到处兜圈 到那里都晚了有半个小时的左右 然后觉得很抱歉给大家 然后校方的同学 组委会就有跟我讲说 一位朋友 他胳膊好像是 我不敢说你是不是骨折 但是好像从那情况看 伤势蛮严重的 然后都特地从外地赶来 也非常的感谢 还有一位朋友 我们不是天使 在昨天的时候就有在问说 到三江学院怎么走 说实话 我也不太清楚 南京的公交车的线路 结果晚上有黄昏的时候 收到他的短信 他说真好 今天总算拿到了 你的书 上一次他有来 在29号 在金江河路 SPR咖啡那一次 可是因为考试 他等不及排那么长的队 就离开了 更难得的是 这位朋友是在浦口的 从浦口到三江 就整个从城北到城南 好像是划一个对角线吧 我如果方面没有算错的话 就类似于划一个对角线 真的很不容易 谢谢你们 我其实印象中已经很久 没有那种相对蛮小型的那种见面 大家问问题 然后回答 很随意很好 还有有一位姓刘的朋友 他其实我后来下午才知道 他是我们都是业归人版上面 一位版主的老师 他本来给我一张纸条 然后我还以为他已经离开了 说一直默默地有在听 后来到结束之后 他又给我一张纸条 他说 我一直没有离开 只要静静地 静静地看着你 就好 那他的第一张纸条是 我从01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听八九七音乐网 后来听都市夜归人 那一年我高二 高考前的夜里 我躺在被窝里听你说 金舞飞扬 现在工作了 节目听得不如以前多 但一直都在听 感觉到你的变化 和节目的变化 很高兴见到你 祝你健康 尊暖 秋凉 安好 第二张纸条是 我一直没有离开 只要静静地 静静地 看着你就好 留 我当时在现场看张纸条 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知道 其实都市夜归人的朋友里面 大部分都是那种很安静 而且很内敛的 并不会有一些很外在的 举止去表示 可是我们之间 真的有这种默契 我还有说 这两年大家都蛮习惯 我们节目的结束与世 比方今年是祝你平安喜乐 而前两年是 祝你像热熄饭一样 温暖舒服 可是再早前一点 真的想有祝你春暖 秋凉 安好 等等这些话 原来你都记得 原来 你们都在这里 原来你都在这里 看了一出话剧 我真的很久没有看话剧了 因为忙 还有南京 没有那么多看话剧的机会 我记得 我有一位朋友 他原本是东北人 大学学的专业是海运之类的 可是 后来 我认识他是因为 他是唱片公司的启轩 当年 当年 唐朝有签 经文唱片公司一段时间 他是启轩 一来二去的 然后大家也就认识了 然后后来他有来过南京 见到他 他说 我那时候 去了一趟北京玩 就很喜欢北京 于是我就决定留下来了 喜欢北京的原因是 我在那里看了一出话剧 他说 我这一生很大的理想就是 希望每天都能够看话剧 但是我就很羡慕羡慕他 这位朋友也很传奇 后来 居然成了 东方 东方学校 新东方的老师 他配单词的水准非常的高 他创作出 创造出一套方式 让你快速的记忆单词 在去年吧 他在网上面 发给我很多的方法 那些各种英文单词的记忆的方式 这可惜 我都没花时间去记 我觉得再有各种方式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花时间 认认真正的去背才可以 再后来 新东方有派这位老师 去到深圳 再后来 就好久没有他的什么消息了 其实 这有说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好多朋友都关心这个书的问题 说如果下个星期计划周会去仙灵的话 那下个星期会到严城去吗 会不会带书去 应该会 而且严城 其实江苏音乐台下周会到严城去 那我会提前和同事们相比提前去一天 并且又晚离开一天 多出来一头一尾两天的时间 是关于这本书要交给大家 前下我在三江的时候 我也有点点小小的半撒娇半抱怨 就说如果大家都稍微的情况一点点的话 我也就不用这样的辛苦 因为我有答应过大家 把这本书交到你们的手上 人现在发现大家都很很安逸 天天问很多的问题 我怎么样能拿到 我怎么样能拿到 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大家都没关系 好像和你们没有关系 就等 有人到你家去敲门 然后把这本书送到你手上 好 下个星期的时候开始 在电台也可以拿到书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听 听见学生时代爱听的歌 回家路上 一下子想好多 青年都市夜归人 一本书十五万字 一百个真实的张艺 留不住时间的背影 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 都市夜归人 我的青春纪念 生活要这么多力量 时间地点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 南京市中山东路 西斯堂向八号 江苏省广播大厦 我会一直孤单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这样孤单一辈子 天空越未来 越怕抬头开 天音越圆满 就越觉得伤感 有越多的世界 就越觉得不安 因为我总是孤单 过着孤单的日子 喜欢的人不出现 出现的人不喜欢 有的爱犹豫不决 还在想而就离开 想过要将就一点 却发现将就更难 于是我学着乐观 过着孤单的日子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 该怎么办 就算心甘云乱 就算没有人错办 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缓算 我独自走在街上 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 我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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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总会孤单 过着孤单的一次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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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学生时代爱听的歌 国家路上一下子想好多 青年都市夜归人 一本书十五万字 一百个真实的张艺 留不住时间的背影 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 都市夜归人 我的青春纪念 我要这么多力量 时间 地点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五点到六点 南京市中山东路 西斯堂向八号 江苏省广播大厦 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我还是不能全部了解你 就像那首歌 对你的十个疑问 发送短信 ZY到1949897 你会了解一切 真的可以吗 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至少你知道 我不会骗你 为什么重要伤害你的心 发送短信 ZY到1949897 对你的十个疑问 都给我答案 我 为什么 重重绳绽放 又凋零 说起来 今天回答大家的问题 可是有一个实际的情况 必须要跟大家透露 而且我也是刚刚才得知 那就是今天晚上 我只能够回答 连通的用过所回提的问题 原因就是 这两天的晚上 江苏省移动都有在这个 做一些系统的调整 所以呢 晚上 这两天的晚上 移动的短信都看不见 只能看见有连通的 比方说 刚才与朋友1412 开头是133 说 乌镇三月去过了 四水年华是在那里拍的 带相机去吧 用镜头去捕捉 很好 对啊 四水年华在 去年底 还是去年 还是去年的年初 去年的上半年呢 反正我都有看了 我买了一套 她的蝶在家里看 景色真的很美 这两天 还有和一些朋友 和同事在讲 因为明天去 可能会形色匆匆 也会很辛苦 而乌镇最美丽的是 她的晚上 一定要在那里去 住在那里去感受 我们都有决定 过一段时间 等把书都有送到 大家手里之后 我们可以抽空 几个女生 累到那边去 安安静静地 住几个晚上 会特别地开心 还有 非常感谢 网络 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那位姓刘的朋友 也是都市叶贵人 版上一位版主的老师 他马上就发了 一封留言给我 张艺你好 我是刘 下落见到你真好 一激动 把写给你的条子 写错了 其实 我是从98年6月 开始听节目的 不然时间也对不上啊 你念我的纸条的时候 我在一个角落里 忍不住流泪 没理由地流泪 那一年 两次 西四堂向8号在排队 电影真文 在东大的见面会 我也去的 远远看你的感觉真好 2000年你们台 在大行宫会堂的 跨年度晚会 妈妈陪我一起看的 零点时 我拿门票给你签名 多少要受点 情舞飞扬的影响 听你讲情怀八艳 听你放青蛇 看板上 细心百合的故事 看佛前的莲花 默默还曾帮我 找过电影的资料 夜归人 把许许多多 不相识的人 聚到了一起 很温暖 上学时那么愉快 现在工作了 开始为生活忙碌 虽然我还留在 学校里工作 但是做老师 和做学生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我非常怀念过去 不管你在哪里 不论你在做什么 还是祝你一切安好 留 零四年六月五日 二十三点 二十八分 你一直说我 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我还是觉得 你和音乐 很温暖 爱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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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说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我是张艺 江苏音乐台 都市野归人 爱哟She 想了你一天 见面却没有多说一些 那句美丽的誓言 终于没有让你听见 然后我送你走 看你摇手看你翻头 看你消失在街头 而我一个人还在逗留 连做梦都有你出现 见了面却无言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究竟一定让你走 连做梦都有你出现 见了面却无言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究竟一定让你走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看你摇手看你摇手 看你摇手看你穿透 看你消失在街头 而我一个人还在逗留 连做梦都有你出现 见了面却无言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究竟一定让你走 连做梦都有你出现 连做梦都有你出现 我已经把你出现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究竟一定让你走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究竟一定让你走 我已经把你放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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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样的信 或者是文字 或者真的去面对 下午的时候 我也有在讲的 一方面 从人的虚荣心来说 有一个人对你说 曾经你们共度了一段时光 通过某种形式 会很开心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会觉得 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 于我而言 我每天在这里说 自己想说的话 听我自己想听的歌 你们每天在陪伴我 受益者是我 谢谢你们 真的很谢谢 好刘 刚才我看你的 立峰网上的留言 我就想到了 李琦的这首《沉默》 大部分时候 我就是歌里的那样的人 处事的方式 其实我也知道 夜归人里很多朋友 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真真的 当大家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又会觉得 很珍贵 甚至不愿意 也不舍得放开 可是又会觉得 心里面有很多的内疚 还有这位朋友 在网上发留言给我 你的 你的ID是 A-D-A-O-M 是一个质问的口吻 实际上这个事情 我都没有办法 都说了几百万遍了 而且之前这个决定 是大家决定的 就像都市业会人 这一本书 之前的每个环节 都问大家 比方说要不要照片 大家说要 说照片多一点 还是文字多一点 然后大部分人说 照片和文字都要 可是文字呢 要比重大一点 然后但是希望呢 照片也会很多 余生的这个书 就很厚 后来又问大家 这些书 要不要到书店里面去 然后也跟大家讲 这个书店里面的 规矩 书商差不多按书的定价 的四折左右去拿书 如果这本书 进书店的话 它的价格会很高很高 你们怎么决定 大家说不 我们要书很便宜 要书很厚 要书里面有很多字 要书里面有很多照片 一定不能进书店 于是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这位朋友又在质问说 根本不是本着一个 方便大众的心态 那么我觉得 很不客气 很不客气地讲就是 请你再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 再说话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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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有位朋友也曾经讲过 有一次半夜她做梦 就梦见那种 白白胖胖 热气的 刚刚出笼的馒头 那种很有弹性 雪白雪白很Q的那种 然后 那位朋友跟我说了之后 几天以来 我都很想吃馒头 有一次大半夜 跑了一个店里面去 吃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然后到了凌晨一点钟 我讲还是想吃馒头 点了一盘晶莹馒头 把所有东西都吃光光 然后三四点钟回家之后 胃里面又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我觉得从此以后 我就有了一个馒头情节 然后比方说现在我很饿 我又会很想念那个 白白胖胖 热腾腾的 香喷喷 很有弹性 很软干出了的馒头 希望你们今天不饿 你问我是否厌倦 繁华的境界 你问我可会怀念 宁静的从前 是谁流年如梦似烟 是缘再受矮倦 截至怕开那今天和那人重见 我只要美丽的谎言 你问我可否眷恋 你问我可否眷恋 颜值的红颜 你问我一幅长篇 人间的长年 曾爱风花扎音家险 谁寂静心的年 今次莫观那红颜 和难断长年 我是爱美丽的谎言 我望人爱不知从银河猜 尽重相聚转寻谁又来 你无情相望却寂寞无奈 偏偏起心花朵朵开 永远千花美丽的谎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问我是否珍惜烟花的火焰 你问我能否改变历史的流言 我该把我人缅缅见谁在执行一片 简直放下那火焰和震动流言 我只信美丽的谎言 我现在其实真的很饿很饿 就真的很想那个热腾腾的馒头 我估计早晨六点钟我们要离开嘛 坐车离开 然后去乌镇 我中间只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我在想睡觉还是不睡觉这是个问题 然后这个不管睡觉不睡觉 就先给你去找蛮头去 要祝你今天一点都不饿 感谢你的说听和陪伴 相思音乐台 以及严重全音乐频道 联通宣卡都市也归人 有编210087张义 网络联系张义点细词.net 短信联系 发送ZY到1949897 留言编辑内容发送到19498975 生日祝福发送DS到1949897 查询节目音乐发送MUSRC Music到1949897 祝你每天都不饿 每天都有香喷喷热腾腾 白花花的馒头吃 我们明天 对 明天下午六点八九七音乐网 再见 我的宝贝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选择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现在为您播出 广告